网络游戏对青少年已经是关停一段时间了 我想问一问孩子们开始好好学习了吗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调研 不少家长说虽然网络游戏现在停了 但是孩子们开始玩单机游戏了 没有单机游戏看电视发呆睡觉也不愿意去学习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反对叫停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确实让人过于沉迷 不要说小孩子了成年人都难以自拔 但是就算是全面叫停网络游戏 孩子们的学习也不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清朝的时候没有网络游戏 但是人家斗蛆蛆 从十五六岁开始斗 斗到四五十岁 一直蛆蛆能炒到二百两白银 那个时候的家长肯定会想 要是蛆蛆不存在了 那孩子们肯定开始好好学习了 作为一名从教十年的英语老师 我想说几句实话 可能会很扎心 孩子不学习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什么网络游戏 更不会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而是家长本身 做家长的都没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家长都不愿意去学习 却一味的要求孩子去学习 所以在这里我给出几点比较中肯的建议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以后当着孩子的面 咱们做家长的不要去玩手机 你拿出来一本书 哪怕是装模作样 你去读 你相信我 不出三个月 你的孩子就会知道学习是件重要的事情 家长是孩子的原件 孩子是家长的复印件 想要改变孩子 首先家长从自身做起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如果你认可我的说法 给我点个赞吧 如果你在教育孩子方面有困难 或者孩子在英语学习方面找不到方向 你可以关注我 每天我会在直播间分享英语知识和学习干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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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